好 花蓮縣府為了確保社福文教重大工程能夠如期如職完成 8日舉辦了採購連鎮平台聯合啟動儀式 花蓮縣府為確保社福文教重大工程如期如職完成 提供縣民優質完善公共設施 8日舉辦花蓮縣興建圖書館統包工程 花蓮縣生長福利中心游泳池改建全民運動館興建工程 等工程的採購連鎮平台聯合啟動儀式 聯鎮署署長鍾榮松表示 讓檢聯調參與重大工程的辦理過程 藉此排除外部勢力不當干擾 讓社會各界對重大工程更有信心 我們聯鎮署現在列館的平台有53案 剛才這個影片裡面說有46案 那是比較舊的資料 現在已經有53案 中央有19案 地方有34案 總金額已經超過一兆2231 所以現在我們重大工程幾乎我們都會成立聯鎮平台 那目前有5萬已經完成了 其他都要在進行當中 所以我想今天很高興我們花蓮縣政府 把這個興建圖書館的統包工程 我們導入聯鎮平台 那我們就是藉著這種跨業合作 我們這種公司協力 那我們這種行政動盟 就是資訊公開動盟 還有建民建築的方式 把我們的司法機關 讓司法機關來參與 那這樣子的話 對這個對我們工程的這些掌控 把這些危險那個可以做一個掌控 那能夠排除外力不當的介入 干預 讓公益員有一個安心的工作環境 這樣才能夠永遠認識 那這樣子的花蓮縣才能夠 整個一歐化我們整個這個投資環境 那最主要的啦 最主要的 就是保障我們的廠商 能夠拿到它合理的利潤 它應該有的權利 由客委會經費補助的 花蓮市中山風雨球場新建工程 此次也獲得評鑑技優的肯定 另外像是消防局 客家事務處 吉安商工所 新城商工所 萬榮商工所 也都獲得評鑑技優的單位 這次得到技優的成績 也非常感謝我們公所的建設課同仁 還有鎮峰的同仁 還有所有的像廠商 建造廠商 都有非常落實 嚴格的一個來做相關的管理 讓整個在施工的過程裡面 程序裡面都得到非常好的評價 那也接獲鎮峰處的一個通知 因為他們不定期的考核裡面 得到非常高的一個肯定 那未來我們會持續的落實 我們相關公共工程的管理 那再只要感謝這麼多單位的肯定 未來花蓮市公所 也會持續把工程品質做好 也做好嚴格的把關 花蓮市中山風雨球場新建工程 今年2月中開工 截至目前為止 進度超前23% 鑑於中大公共建設 與辦理過程中 可能面臨環保抗爭 請脫關縮及外力干擾等 導致公務員其廠商無法安心做事 藉由這個機制監督 花蓮市公所表示 未來對於任何公共工程 都會重視工程品質 為花蓮市基層建設做好嚴格把關 記者長方言華蓮市報導